騎車載的孩童 沒想到大馬路中央 卻有兩名男子當街扭打 一名女子趕緊在旁勸架 但兩人還是吵得不可開交 其中一人還拿出球棒回舞 嚇得騎士趕緊閃開 附近住戶急忙報警處理 但兩人一路從路邊吵到路中央 場面火爆 警方火速到場 隔開雙方 拿球棒後車司機 這下冷靜下來 但騎士已經被打到多處遇傷 實際回到現場路段 街上許多檳榔灘 而檳榔灘前就是機車停車格 當時貨車司機為了買檳榔 為停在店門口 結果騎士發現路被堵住 上前和司機理論 雙方因此一言不合 爆發衝突 警方到場控制場面後 將司機帶回警局 雖然兩人互不提告 但警方還是依設違法裁罰 同時針對貨車違規停車部分開單 這下都得為自己的衝動行為付出代價 3E新聞林凱駛長文 新北參謀報導